东东鼓声响彻云霄 两只舞狮掀开了直击巴生智慧 2014年华裔照顾户新春发放的序幕 小小的舞狮配合着鼓声舞动 格外令人讨喜 他们是来自巴当贾娃族屋的英语小朋友 让他们可以感受到那种有人被爱的感觉 然后虽然他们是来自贫穷的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享受到那个气氛 新年气氛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快乐乐回去 有一个欢乐的新年 虽然李隆立新年尚有一段日子 但是直击志工的用心策划与布置 让现场150位照顾户 沉浸在农烈的新春佳节的气氛里 长期的陪伴与关环 许多照顾户都与直击志工建立了家人般的感情 六年来不曾缺席的谭娃友 患上身病而必须接受持续补助 去年更因病情恶化而被迫截肢 最厉害的是死神的时间 有得去没得翻 那时先说没有想要安排载我回 安排载我回 那什么我上楼上 台上的见证分享加上大马直击二十的影片的播出 让许多照顾户们更深入了解直击的大爱精神 同时启发了他们心中的善念 看到他怎样去把他的爱传出来 都很感动 也流了不少眼泪 然后我也会把这个爱分享给我的朋友 希望每个人能够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然后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五个小时的新春发放 是志工们对所有照顾户有行的付出与关怀 热闹又温馨的氛围 却是慈祭志工与照顾户们 长期来点点滴滴爱的累积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巴生综合报导